花蓮市左仓运动公园无障碍营造第一期的工程基础设施 串联道路改善在去年11月开工 目前完成了立青铺设 预计在2月4号前可以完成排水设施 还有路灯照明而且正式通车 为了活化左仓 花蓮市公所也提出了全民运动馆新建计划 有1亿6200万元 透过县政府向体育署争取全瞻2.0的经费来补助 而体育署的副书长林哲宏等人也日前到场会刊 对于左仓公园的前景都认为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左仓运动公园无障碍环境营造第一期工程的施工内容 包括把园区内的道路结弯取直 5米宽的道路拓宽为7米5 另外新设排水设施装设路灯还有整地 要让环境更加人性化 而这项工程预计在2月4号可以完工 市长温家贤特别到现场去视察工程的进行状况 那我们这次做将近超过1公里的一个AC柏油路面 那还有将近850公尺的一个水沟 那还有20盏的路灯跟水井的部分 那我们这次的工程部分是要把一些基础设施把它做完善 那以利后面我们其他的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的相关工程的一个施作 能够让这里的走仓运动公园能够更趋完善 那我相信基础工程完成之后 可以再争取到更多的一个体育设施来这边来设点 那未来我们希望把道路拓宽变明亮 那让来这边运动的人不会害怕 那也可以有一些更安全的基础设施来这里来支持这里的一个园区 那我们再次会向花动基金继续提案 希望把这里过去的旧氛围整个都改善完成 变成我们市民大家都喜欢来的一个运动公园 占地9.7公顷的左仓 未来会是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的共同生活圈中心 市公所正在执行的工程包括了无瞩目的起绝 鼓励千丈、清除空墓、整坪地基还有种植草坪 而第一期工程完成之后 花莲市公所再提出了全民运动馆新建计划 总经费有1亿6200万元 透过县政府向体育署争取千丈2.0经费 体育署副署长林哲宏等人日前到现场会刊 对于左仓公园的前景 一致认为具有相当大的开发潜力 谢谢旅会欢迎市报道